交通部长发言人伊拉瓦蒂表示 飞机的最后已知位置是在千岛巡岛上空 在14点37分处于1700英尺的高度时 机长要求爬升至29000英尺的巡航高度 之后飞机便飞向西北方向 机场空管人员曾要求飞行员确认方向 但飞机在几秒钟内于14点40分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 国家搜救局14点55分收到飞机失联的消息之后 5点与交通运输部、海洋和海岸警卫队、印尼海军、水警和部分民众 分别搭乘8艘搜救船、4艘印尼海军军舰和6艘水警船展开联合搜寻 不久后,一些疑似该飞机的碎片被发现在千岛水域周边 由此确认飞机坠毁 直到该新闻播出为止 相关单位仍在进行大规模的搜寻工作 根据1964年第33号法律和2017年第15号财政部长条例 对于在飞机事故中的遇难者,国立社会保险公司将赔偿5000万印尼顿 对于受伤者提供最高2500万印尼顿的医疗费用赔偿 同时,根据2011年77号交通运输部长关于航空运输乘运人责任的条例 因飞机事故造成的遇难人员将获得1亿2500印尼顿的赔偿 美都新闻整理报导